观众台上每个人摒弃凝神 期待心仪的球队能够打出好成绩 第二十一届关怀杯棒球邀请赛 为期四天的赛程 在十月十九号进入最终决赛 青棒赛部分 桃园平正高中开赛第一局 就以7比0领先对手 最后在四局下就以10比0 提前玩风宜兰中到中学 完成关怀杯青棒比赛 史无前例的五连棒 平正高中所有比赛零失分 玩风所有对手 气势称霸全场 那现在此刻兴起是什么 很开心啊拿冠军 想不到冠军战会提早结束嘛 其实前面几场都表现得 还算中规中矩 可是这一场有打击上 有发挥出来 完成我们五连霸这样子 我们也很想继续的连霸下去这样子 青棒比赛第二到第四名 则是由宜兰中到中学 苗栗玉民公家 以及台东体中获得 另外在青少棒部分 冠军则是由传统强队 宜兰三星国中脱颖而出 第二到第四名则是由 桃园新民国中 东大副中 以及台东太原国中拿下 而竞争最激烈的少棒比赛 有台东北南国小 惊险击败上届冠军 桃园中品国小 以五比四取得胜利 第三四名则分别是 丰田国小与三民国小拿下 北南国小则成为台东 唯一留下冠军奖杯的球队 记者UMAS台东市采访报导